现在是晚上11点半 能看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吃饭 然后每天都这么多人来这里吃 这是他们的调料 然后锅 这个锅都很大 我点的这个黄牛肉 黄牛肉 还有这个毛肚 和这个面 这里面有一些牛腩啊牛杂之类的 看锅快滚了 然后滚了之后就放一些牛肉就可以了 然后里面有一些牛杂 还有胡萝卜 萝卜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毛肚 还有黄牛牛肉 这家呢每天感觉来都都很有人气 然后很多人都在排队 我先尝尝他们这家的汤 这个汤是辣的 有看有很多辣椒 然后尝了一口确实挺辣的 哇挺辣 感觉好辣 还有牛腩 牛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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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挺好吃的 味道不错 但是汤确实有点辣 里面有很多辣椒 现在快十二点了 外面还有很多人在吃饭 然后试一下毛肚 他说算15秒就可以了 然后不要放时间太长 放时间太长的话就会煮嫩 嫩 然后放大概15秒左右就 哎呦 台北家的毛肚应该可以了 我尝一尝 毛肚 好吃这个 我非常喜欢这个毛肚 挺好吃的 然后牛腩 然后牛腩 牛腩 这时候锅底有点辣 黄牛肉 我加一点黄牛肉吧 毛肚 然后毛肚 我刚才加的牛肉估计煮的差不多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毛肚 毛肚非常好吃 这个肉块挺大的 一大块一大块 我要兜造进去了 这个毛肚都放进去了 然后还有这个黄牛肉 黄牛肉 现在已经晚上十二点了 然后你看还有很 还有这么多人 这边都坐不下了 还有这么多人在吃饭 最后我再把这个面 这个面加进去 哇 不好煮熟 还是有点硬 再煮一会儿 哇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因为它这个面比较粗 所以比较难煮熟 哇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就是面有点粗 所以得多煮一会儿 我先尝一点 看有没有煮熟 还是有点硬 再煮一会儿 它这个味道吃的有点像那种泡面的味道 它这个味道吃的有点像那种泡面的味道 是 我俩这个妈妈 有点气 看起来很多 因为你还要吃饭 你只是吃完喊一般 你还是去吃完喊一般 那你吃到草苗吧 太厉害了 一点点 就是 其实 我还是去吃完喊一样 你自己吃完喊一样 我还是去吃完喊一样 就吃完喊一样 在你开战亚 我这个地方 我给你一道 还有这个面挺好吃的 我感觉我挺喜欢吃这个面的 挺好吃的不错 我已经吃完了 现在 现在呢已经十点多了 然后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或者是留言 好谢谢 谢谢